朋友啊朋友 我们一起hold 越过这山丘 心中的信念 我们一定坚守 已经不必说出口 朋友啊朋友 我们抬起头 赶了这杯酒 未来的路途 我们一起走 路再遥远 在你左右 今天很难得 毛老师 今天来香港很少日子 是啊 两天 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是第二天 那即是回到新加坡 不是 明天是大陆 哦 OK 那大家趁这个机会 多拍多些照片 我都知道不会拍我了 那我找人设计投射 实在太多东西要兼顾了 好了 毛老师 这个音乐会 刚才我们都看了两首歌 一个是intro 一个是爱纳魔众 听到你的演绎非常澎湃 我一定 我想知道 毛老师 你自己对音乐的要求 其实会不会有独特的看法 自己 呃 其实我这么多年做演唱会 我就喜欢做很简单的 嗯 我做了这么多演唱会 我没有danser 嗯 我没有那些很华丽的东西 因为我一向就是注重我的乐队 我的音乐 我的歌声 还有我的故事 对 我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 这次录这张唱会 適合我 我有做的东西 所以这次我真的 录了卡 找了路师傅出来 路师傅 是的 这些乐手 全部是 和我合作了很多年 嗯嗯 我制作人Jonathan 嗯 他是由 红尘楼去一场舞 等到我心痛 嗯 太傻 那时候开始帮我制作唱片 帮我弹吉他 哦 他就是我所有唱片的吉他手 哦 那另外一个吉他手呢 就是 Ex Supply的吉他手 Rex Pro 他由澳洲飞过来 去合作 嗯嗯 是了 那 做string的呢 就是一个大师 Ricky Ho Ricky Ho 现在专门是 做电影配乐的 嗯 最近在台湾有一部 紀錄片里 看见台湾 的配乐 整个就是他做的 哦 那金马掌的最佳配乐 他就拿过了 所以这次的string 全部由他来写的 那是否换言之外 你对音乐的质素 的要求 其实就是 我需要一些我信得过的乐手 我夹过的乐手 是 其实有很多出色的乐手 香港都有 香港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地方 嗯 很多很优秀的乐手 那我为什么会找 星光的乐手过来 因为 那么多年的默契 嗯 最重要的是 没错 没错 刚才说香港的地方 香港虽然现在很大都会 但是回来 香港的唱片业 其实也挺厉害的 是 你自己怎么看 香港的唱片业 这个厉害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 如果做一般的唱片 因为现在大家听音乐的习惯 已经改变了 嗯 就是拿一部手机 下载就这样听 嗯 就是要求高一点 就带耳机 不要要求高 就这样播出来 所以你做得多好都没用 它播出来就是摩托的了 所以如果做一般唱片的命运 下场就是用手机听 是 那么这个浪潮 是没有办法去阻挡的 这个浪潮 所以 我觉得做音乐做唱片 要聪明了 嗯 既然大家 对这一般唱片的要求 已经是这样 你做得多好都没用 不如我们将方向 去找那一班 真是喜欢听音质 听品质 对音乐有要求的 那班音乐发烧友 做些好东西给他们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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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里就是一百万分之一的人 在大道 全部都是对音质的要求 全部都会买碟 大家是否已经有了 我自己的碟 举来吧 是 我马上要杀我的音工 你们有什么意见 可以现在跟我说 是啊 我将来可以改进的 好 好 那我们先谈谈音乐会 好 之前我们也访问过 毛老师 你搞这个音乐会 其实真的要搞一个 美声音乐会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思 找一个场 就专门 其实我之前听过访问 就是说 找一个场 就专门为录音而做 是 为什么有这样的构思 第一 因为我和英王娱乐第一次合作 是 那杨先生的意思就是 那么难得 我们终于合作了 嗯 那毛老师 那么多年的经验 嗯 如果加油英王 只要出一只普通的碟 是 公司会觉得浪费 明白 所以 开始就说出一只Hifi碟 或者翻唱 别人的歌都可以 后来想想 都是不够 嗯 你自己有这么多歌 不如将自己的歌 重新再編一次 再唱一次 因为 味道一定跟以前不同的 因为现在唱泰傻 嗯 和20年前唱泰傻 是两回事 嗯 泰傻出版的时候是1994年 现在是2014年 20年 是不是 等你等我到我心痛 是22年前的歌 所以很多歌 因为我人生走过这条路 现在很多体会 很多感受 是跟年轻的时候不同的 所以现在唱多一次 唱现在的感受 明白 我们刚才听过 很多回忆都勾出来 多谢 好 不如先听一首歌 第一首你选了歌 刚才那两首 之后就选了《人生愚梦》 好 你自己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 第一 这首歌 我在创作的时候 是特别选了中间有一句 是阿Sam的歌 人皆沉蒙 蒙女不分世都 我是第一个 把广东歌 摄入国歌的作者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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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聲音會在控音台 再經AD、DA Converger那些器材 會直接錄進電腦 你繼續說 不好意思 控音台的乾淨電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控音台要攪拌這些電 因為我們家裡或平時在Hi-Fi店看到的 電池其實只是一個不會拖很多 但如果一個Panel會用的電源不足夠 要多用幾步 要多用幾步 而且可以換到更漂亮的電源線 全部換光了 我見過你的線 手臂那麼粗 我有個問題 我們這次選了演員學院 這場是為了錄音的音質 我想問你 這場錄出來的音質 在紅館或會展做得到嗎 其實演藝學院這場 本身的音質是比紅館和會展好 而且比較容易控制 好 所以我們是好選擇 是好選擇 絕對是好選擇 好 到這裡我們又想聽聽歌 毛老師 你選擇第二首歌 就是第十二首 愛情來的時候 跟詠儀合唱的 是 這首歌真的勾得很重要 勾起了很多回憶 因為小時候看電影 真的沒得彈 那這首歌對你自己有甚麼回憶嗎 當然了 聽說來之前 我聽一聽我和楊彩莉那首歌 我也是 真的 我聽了之後 我再聽我和詠儀合唱的 是情懷 情懷 就是情懷 我都聽過這首歌 最棒的 兩代都被你唱了 好 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這首 是這天 是那天 到十刻紀念 我猶豔 我的決定 亦照陽光在眼前 搶路仍然能明顯 快熱天 晴朗天 到喜闊見面 每一年我都怨怨 亦都不回候我 本情懷 仍然能念念 很棒吧 我聽這首歌的音樂一起來 全都回來了 小時候同學的東西 哈哈哈哈 我是很懷孕的 哈哈哈哈 OK 我說一大盒 OK 這個音樂會 我們剛才看到聲音很實正 全部東西都很Smooth 這個音樂會 這個發燒靚聲音樂會 毛老師 是 你搞這個發燒靚聲音樂會 你會不會在預備 或者在唱歌或其他上 會需要做一些特別和以前不同的事嗎 嗯…其實對我來說 我一開始想很多 但是你本身已經一領身 其實也不用怎麼搞了 不是 因為這些歌 如果我唱出來的感受 是和二十年前一樣的 那就不用做了 是的 是的 但是你要唱到不同 到底什麼叫做不同呢 嗯… 我想了很久 其實我壓力很大 在演唱之前 嗯… 那後來… 在開演唱之前 演唱… 我在演唱的時候 我一定是放鬆的 不斷唱 隨意唱 我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體會到 其實隨意唱就對了 嗯… 唱歌想太多 壓力太大 唱出來的東西 可能很完美 但未必有真心 嗯… 所以就隨意唱 嗯… 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就唱什麼 就是這樣 因為人每天的狀態不同 是 每天的心情都不同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我站在那台 我是怎樣… 什麼感受 我唱什麼感受 嗯…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直接地唱 所以就一直用隨心的方式去演唱 因為我不會擔心自己會走音 嗯… 因為擔心走音就不可能做這個演唱會 絕對 我不會擔心technic這些東西 我不會顧忌這些東西 嗯… 因為我對自己唱歌是有信心的 嗯… 所以我就隨意唱吧 OK 把心事唱出來 這樣就OK的 那大家都知道 毛老師唱歌不用說了 給你掌聲先啦 啊… 不要太多提了 嘿… 你看剛才那些咬下舌齒 真的不得了 我… 我為了這次演唱會 我買這支咪來 我自己買嗎 是啊 這支咪十萬元 哇… 你們聽到那支咪是清了很多的 我的記憶就是他叫我的名字的聲音 所以我就寫這支歌叫我的名字 希望在夢中可以再聽一次 聽你解釋後我也有點結結 我會想哭了 那些口琴拍我用結他彈 我說如果沒辦法就這樣 那突然間 那個Vocassionist就說 我有一個朋友是律師來的 懂得吹口琴 我說 你們試一下吧 沒辦法就最後一天了 所有歌他不用看譜都懂得吹 哇…